高雄市議員陳梅雅比出加油手勢好心情藏都藏不住 因為經過黨內民調初選 他確定代表國民黨出戰高雄市第六選區立委 謝謝我兩位可敬的同志們 所有需要去努力整合的力量 我們都一定會去一一的情意 高雄第六選區包含了林雅 新興等五個行政區 去年議員選舉藍綠差距不大 國民黨評估有機會搶下一席 這次陳梅雅以些微差距 擊敗了黃紹廷和陳若翠 致此時不忘謝謝兩位同志 而這也會是他與民進黨三連霸立委 趙天玲第二次對決 高雄市全部都是民進黨的黨籍的立法委員 這對於民主政治來講 並不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 陳梅雅議員是國民黨的黨團總召 問政犀利形象也非常好 是國民黨青壯世代的好人才 這次獲得國民黨的提名 要跟我再一次的競選立法委員 我會戰戰兢兢的期待 跟他來一場優質的軍職之爭 上屆立委選舉 趙天玲以十二萬八千多票 贏了韓家軍陳梅雅的九萬兩千多票 可以說是大勝 而這次兩人再對陣 結果如何看下去就知道 不過兩黨的左南選區在民進黨立委 劉士邦宣布不連任之後 由誰出戰呢 之前綠營傳出現任議員李博毅 及無黨籍議員黃傑都在考量中 而國民黨的現任議員 李梅貞 陳梅娟和陳立貞 都簽署了同一書 因此符合資格納入民調名單 但兩黨何時確定人選 至今仍是問號 華視新聞宋位圈許富杰高雄報導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60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晚報 給您嶄新誓言